深夜,我收到我姐的微信,她要自杀 她说,饶饶,我太累了,照顾好我女儿 我慌了,穿着睡衣,就跑出去 一路上,不断地打电话 不止她,姐夫沈凌峰的手机也关机了 寒冬深夜,我出了一身的冷汗 狠掐了一把大腿,让自己冷静下来后 开车去了我姐的家 二十分钟后,我到了家门口,用力地敲门,姐 姐夫,嗓子都喊哑了,惊动了上下楼后 沈凌峰才开门 她不准我进去,温绕,赶紧回去 别吵醒你姐,她好不容易才睡个安稳觉 哇哇,从婴儿房传来的哭声 像是真似的,扎在我耳膜 尚未满月的小外甥女醒了 我姐怎么还不出来 我的心跳如同站鼓 一脚踹在沈凌峰的小腿上 大步地进入房中 姐夫,我看一眼我姐就走 房子是两室一厅的布局 主卧的门开着 侧卧是婴儿房 姐夫他妈李秀芬 骂骂咧咧地出来 我一脚踹开卫生间的门 我姐仰面躺在地板上 鲜血从后脑勺流出来 我撕心裂肺地叫 姐 我蹲下了身子,想要给她止血 李秀芬将我撞倒 手腕磕在马桶上 她大 一声,我的手机掉在马桶里 她翻着白眼,朝我姐摔去 我晕血 她长得胖壮,体重足有160斤 砸在我姐身上 我姐不死也难活 我眼急手快地 捡起地上的刮眉刀 朝着她的眼睛刺去 号称晕血的她 尖叫一声,摔在我姐身旁 我姐伤的是脑袋 我不敢动她 握紧修眉刀 看像堵在卫生间门口的沈凌峰 她的脸上没有一点意外 像是恶狼盯着我 在这一刻 我确定我姐绝非自杀 我说,沈凌峰 你堵在门口 你妈弄坏 我手机也没用 我来的路上就叫救护车了 有我在 我姐不会死 沈凌峰的脸色终于露出惊慌 没有五分钟 急救车来了 医生给我姐急救后 将她抬上救护车 当着沈凌峰的面 我报了警 医生诊断 我姐后脑勺受到重疮 情况很危险 得立刻手术 沈凌峰哭哭啼啼地签下手术同意书后 下跪祈求医生 一定得救活我姐 目睹这一幕的警察 很冷静 毕竟他们办案经验很丰富 见过太多悲天敏人的凶手 我强忍住悲痛 将今晚发生的事告诉警察后 道,沈凌峰,别演了 沈凌峰满脸都是累 同志,我小姨子误会了 我真没有杀害我老婆 不信的话,我有监控 她拿出手机,调出客厅的监控 晚上11点5分 我姐自己从主卧里出来 进入卫生间 11点25分,沈凌峰从主卧里出来后 被我踢中小腿,我闯进客厅 李秀芬听到动静 从侧卧的婴儿房里出来 监控拍得很清楚 不管是沈凌峰还是李秀芬都没作案时间 可是,我不信 我姐怎么受伤的 她肯定知道 等到手术结束后 她会亲手把你送进监狱的 我的话让沈凌峰的脸白了 此时,手术结束 医生从手术室里出来 她看了我一眼后 对我说 温小姐,请节哀 我姐死了 我的脑袋一空 沈凌峰用力地压下嘴角 举着拳头 朝着我扑过来 温绕 是你害死了我老婆 她神经衰弱 是你硬闯进浴室 她才会受到惊吓 脑袋磕在浴缸上面的 身旁的警察拦住了她 她的眼睛在笑 嘴巴在咆哮 你才是杀人凶手 警察同志 把她抓起来 我窜了出去 一大耳光抽在她的脸上 沈凌峰 我姐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医生紧紧地抱住我 警察也拦住沈凌峰 劝道 请两位节哀顺便 我刚才接到我同事的电话 她从浴室回来 浴室的地板太滑了 温小姐摔倒后 脑袋撞在浴缸上 才会身亡 所有证据表明 今晚只是意外 沈凌峰去送警察离开 扭头对我一笑 无声地骂道 傻X 沈凌峰没有再回医院 这家医院是私人医院 她不知道 我有这家医院的股份 我和医生去了重症监护士 我姐躺在病床上 带着呼吸机 她没有死 我骗沈凌峰的 今晚绝对不是意外 要是不骗她的话 姐夫肯定还会制造所谓的意外 让我姐丧命的 我姐比我大五岁 小的时候 爸妈的工作很忙 是我姐带着我长大的 我最先学会叫的 就是姐姐 姐姐为我烧饭 为我洗衣服 辅导我功课 她的人就像是她的名字一样 温柔 我姐和沈凌峰是高中同学 沈凌峰的家境不好 父亲早年去世后 她没有读大学 学得美发 凭借着高大英俊的外表 成为小有名气的美发师 她跟我姐在美发店重逢 便追求我姐 我们家是拆迁户 我姐的名下有两套房子 在我的眼里 我姐和她不是谈恋爱 是精准扶贫 三年后 两人未婚先孕 登记结婚 婚后 沈凌峰将软饭硬吃 发挥到了极致 一分钱的彩礼没有给我姐 带着老妈 拎包入住到我姐的房子 她用我姐的钱 开了三家分店 赚了不少的钱 却不肯给我姐找保姆 我姐挺着大肚子 还得给她和她妈洗衣做饭 瘦得下巴尖尖 只有肚子是圆的 生产那天 她的胎位不正 医生建议剖腹产 被沈凌峰拒绝 要不是当天我在医院 我姐肯定得一尸两命 沈凌峰早就存了 要害死我姐的心思 我姐肯定也知道 可她为什么不向我求救呢 我握住姐姐冰凉的手 轻声道 姐 你赶快醒来 我会给你撑腰 把沈凌峰送去坐牢的 第二天早上医生给我打电话 沈凌峰要见我姐 我进入医生办公室 看到沈凌峰和一个长相妖媚的女人站在一起 两个人的眼神都快要拉丝了 温柔 你把温柔的尸体藏哪了 这位是保险公司的孙经理 见到你姐的尸体后才能处理保单 保单 什么保单 我盯着沈凌峰问道 沈凌峰当着我的面 亲了孙经理的脸 笑道 你姐生前买了意外鞋 受益人是我 他意外身亡的话 保险公司赔我一千万 我红了眼 对身后道 伴他 身后的门没关 窜出两个身材高大 肌肉壮硕的大汉 在孙经理的尖叫中 大汉反扭住沈凌峰的双臂 把他拖向窗边 做事要扔他下去 沈凌峰额脚青筋爆出 温绕 你敢 我盯着他 你敢弄死我姐骗保 我当然敢弄死你 说完 其中一个大汉弯下腰 抓起沈凌峰的脚 沈凌峰大半身子伸出窗外 脑袋往下 他嘶声道 骗保险的人不是我 是你姐 这个答案出乎我的意料之外 我让大汉把沈凌峰放下来 你把话说清楚 沈凌峰喘着粗气 正开了大汉 你姐是自杀的 她伪装成意外身亡 就是让我用巨额保险金 给她的丑事善后 黑客入侵了她的电脑 偷拍下了我和她的视频 勒索她 掏空我和她所有的积蓄后 黑客还是不肯把视频还给她 勒索她一千万 她实在没有办法 这才用命去骗保险金 最可怜的人是我 自个儿老婆被男人看光了身子 我还得上赶着贴钱 我真是倒了八辈子血眉 采取了她这个赔钱货 又生了个小赔钱货 我劝你识相 赶紧把她的尸体交出来 让孙经理处理保单 崔保险公司把赔偿金打到我账户 不然的话 黑客会把你姐的照片爆出去 让网民都看到 她有多骚 多见 她死后还会被网友鞭尸 你的外甥女也会被人戳着几辆鼓掌打 我心里的火一下子烧起来 此时 手机响起 是医生打来的 温小姐 你姐醒了 她要自杀 我急不匆匆地赶到病房 我姐头上裹着纱布 坐在地上 双手攥着床腿 后脑勺用力地撞向墙壁 让我死 让我死 医生单手抱住她的头 接过护士抓过来的被子 垫在墙壁上 免得她撞伤头 我哽咽地叫道 姐 我姐欺然地看向我 扰扰 你拦不住我 这次死不了 下次一定能死成 我活着实在太累了 我也不再劝她 拿出手机 打开视频 视频里传来婴儿撕心裂肺的哭声 李秀芬怒骂 你妈是个赔钱货 你也是个赔钱货 看我不扎死你 让你陪你妈一起上路 我姐睁开一声 朝着我伸手 把手机给我 我快步地走到她身边 把手机给她 手机里的视频 是我找人入侵她家监控得到的 我的小外甥女躺在沙发上 哭得小脸都要发紫 李秀芬拿着冯一针 扎在她的小胳膊 小腿上 一边扎 一边拧 小外甥女哭得都快要断气了 我姐生如气血 满满 我可怜得满满 婆婆的心 怎么那么狠毒 满满是她的亲孙女啊 我抱住她的肩头 姐 我已经把满满带回家了 可我只是她的小姨 不是她的妈妈呀 没妈的孩子 像蚵草 你要是死了 满满就是根野草 谁都能踩上一脚 我姐呜呜地哭出来 我问她为什么要自杀 她一五一十的全都告诉我 跟沈凌峰的说法一样 黑客第一次勒索她的时候 她想过要报警 沈凌峰劝住了她 她是知名度颇高的少儿节目主持人 形象特别好 很受小朋友喜欢 要是报警 激怒黑客 黑客会不管不顾的把他们俩的视频放到网上去 沈凌峰是男人 不怕被人看 我姐是女人 粉丝又是小朋友 即使她是受害者 那她的职业生涯肯定也会受到影响 还有一点 我爸妈生前是大学教授 逃离满天下 视频爆出去的话 那些学生怎么看到我爸妈 最重要的是 她怀孕了 她也不能容忍自己的孩子 以后被人戳着几辆鼓掌大 沈凌峰还说 她不会怪我姐粗心大意 让黑客入侵电脑 拍下她俩的视频 也不会嫌弃我姐的身体被黑客看过 她会拿出所有的积蓄 替我姐拿回视频 濒临崩溃的我姐 很感动 把沈凌峰当作救星 嫁给了她 没想到那个黑客 竟然还留有视频备份 一而再再而三地敲诈她 从一开始的十万 到后面的五十万 一百万 我姐的全部积蓄 包括沈凌峰美发店的收入 都给了那个黑客 黑客的胃口越来越大 她也实在撑不住了 她就像是陷入泥沼里 随时会曝光的私密视频 带来的恐惧和自卑 将她往下拽 她崩溃了 同意沈凌峰的提议 买了巨额保险 保险的受益人就是她 只要她死 黑客便不能再继续敲诈她 我最对不起的人 除了满满就是你姐夫 事情发生后 她没有一走了之 还娶了我 每天辛苦地工作 就是为了帮我还钱 我活着一天 就是拖累她一天 这巨额保险金 就是我给她和满满的补偿 这两天她太难过了 所以才没有注意到满满被她妈虐待 以后等我不再了 她会养大满满的 满满是我和她爱的结晶 我姐还没断了寻死的念头 她把那个渣男当成救赎 还对她心怀愧疚 我强压下怒火 对她说 姐 满满还小 离不开你 我会帮你把视频拿回来的 我姐抓住我的手 扰扰 我就是不想连累你 才没有告诉你这件事 你别管了 我担心你也会被那个黑客盯上 我抱住他 轻抚着他的背脊 就像是幼年的时候 他抱着我那样 姐 你放心 我会抓到那个黑客 让他把你的视频毁掉 相信我 嗯 我姐紧绷的身体 慢慢地放松了 我姐的情绪稳定下来后 我离开医院 去找我的好朋友 万涛涛 万涛涛是娱乐圈 小有名气的化妆师 人脉很广 差点把沈凌峰扔下楼的两位大汉 就是她给我找的 我把我姐的手机交给她 里头有敲诈她的黑客联系方式 万涛涛的速度很快 当天晚上 她就找到了黑客的IP地址 不出我所料 IP地址在我姐家 所谓的黑客就是沈凌峰 沈凌峰偷拍她和我姐的视频后 又是敲诈又是扑奥我姐 逼得我姐差点自杀身亡 为她换取巨额赔偿金 万涛涛是我姐的小迷弟 查到真相后 要不是杀人犯法的话 她得当场宰了沈凌峰 扰扰我这就打电话 摇人捶死这个姓沈的渣子 我夺过她的手机 问她捶了她之后呢 让她和柔柔姐离婚 送她去敦局子 她敲诈了柔柔姐这么多钱 我找最好的律师 盼她十年 我姐差点被她逼死 盼她十年 她出来后又害我姐怎么办 她是满满的亲爸爸 对满满说些有的没的 又该怎么办 我红着眼睛说道 我得想个万全之策 彻底地绝了沈凌峰的后路 让她没有机会伤害我姐和满满 沈凌峰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无耻 这天晚上她就登录我姐的微博 公布她的死讯 在网友纷纷地留言哀悼的时候 她用小号在评论里 发了一张我姐的照片 我姐的脸和关键部位打了马赛克 网友堪比福尔摩斯猜出是我姐 纷纷地攻击辱骂她 反而把她顶上了评论前排 让更多的网友看到这张照片 她在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 温绕 那个黑客联系我了 今天只是给我一个小小的教训 要是三天内 她没有拿到一千万的话 她就把我和你姐的视频公开 我是男人 身材又不错 不怕被人看到 你姐可不一样了 她在视频里那么放荡 网友的唾沫星子都能把她编诗 你现在来我家 商量怎么解决这个黑客 我把地址发给沈凌峰 半个小时后她和李秀芬 孙经理连同两个打手就到了 孙经理坐在沈凌峰的身侧 挑衅式地看着我 摸着脖子上的宝格力项链 我姐的项链 温小姐 按照保险公司的流程 我得亲眼看到你姐的尸体 确认你姐死亡 才能够处理宝丹 化着精致的妆 戴着我姐的项链 挽着我姐的男人 去看我姐的尸体 幸好我姐没有死 不然的话 她得诈尸 掐死这对肩肤淫妇 我冷笑 沈凌峰 我不会让小三处理我姐的宝丹 我给保险公司的总经理打了电话 她已经见过我姐 后续怎么处理 她会 你联系 孙经理抱着沈凌峰的手臂撒娇 凌峰 沈凌峰拍了拍孙经理的大腿 只差在脸上写 女人 我给你出气了 她将星红的烟头 按在我家的真皮沙发上 温绕 保险公司的流程 不会那么快走完 三天内 我肯定收不到一千万的赔偿金 我不管你是偷 是抢 还是去卖 你必须给我凑够一千万 不然的话 黑客曝光你姐的视频 丢人的是你 不是我 区区一千万而已 我一年买的包都不止这个钱 你等着 我上楼去拿钱 我故意用财大气粗的语气道 上楼 进入书房 书房里有监控 清晰地拍下楼下三人 他们的声音很低 但我还是听到了 沈凌峰又点燃一根烟 狠狠地抽了一口 草 看来传闻是真的 他们家拆迁 不只是赔了五套房子 还赔了一个亿 大头全都在温柔的手里 温柔这个蠢货活着的时候 不管我怎么说 他都不肯向温柔要钱 他开口要的话 我也不会让他死得那么快 孙经理在沈凌峰的脸上亲了一口 凌峰 只要你手里有温柔的小视频 不怕温柔不拿钱 呸 温柔这个小贱人 哪配花这么多钱 他要不给钱的话 我天天去砸满满 李秀芬吐了口唾沫 我看到这儿 怒不可遏 发了条消息 滔滔 动手 扰扰 你放心 我今天吓不死这三个畜生 我跟柔姐姓 万涛涛的话 让我觉得不对劲 还没等我细琢磨呢 客厅的灯光灭了 黑暗来袭 当 当 墙壁上的老式钟表 发出声响 伴随着钟声 细微的沙沙声也响起 什么声音 孙经理抱紧沈凌峰 怎么停电了 沈凌峰拿出手机 手机屏幕刚亮 啪哒一声 红色液体落在屏幕上 沈凌峰本能地抬头 我姐脸色发青 倒掉在她的头顶上方 后脑勺流出的血 顺着倒数的长发 滴滴答答地落在沈凌峰的脸上 沈 灵 峰 她忧愿地叫道 极致的恐惧 让沈凌峰瞪大眼珠 发出了刺耳的尖叫 啊 孙经理和李秀芬也看到了 跟着尖叫 鬼呀 我姐没死 当然不会化作厉鬼 报复这三个畜生 这个有着跟我姐相似面容的厉鬼 是万涛涛 万涛涛的化妆技术 堪比一容数 同时 她还是顶级声优 能够模仿任何人的声音 包括我姐 她的人脉广阔 不只是亲自上阵 假扮我姐 还找了一个小导演 六个助理 借了道具 上演这出女鬼复仇记 三个畜生化身为三只尖叫机 脚下像是踩了风火轮 疯了似的往客厅门口跑去 门口站着一个长发遮脸的女人 女人双手拨开长发 露出的却是满是鲜血的后脑勺 沈凌峰 我死得好惨啊 这个女人也是生忧 万涛涛给她化了特效妆 沈凌峰倒抽一口冷气 尖叫着往回跑 撞上了悬在半空中的万涛涛 要不是万涛涛躲得快 她就直接和万涛涛kiss了 万涛涛恨恨地翻了个白眼 去瞪躲在暗处 拉钢丝绳的柱里 别墅内断电了 光线很暗 沈凌峰等人看不到万涛涛身上的钢丝绳 只看到头朝下 头发不断地滴血的万涛涛 刚才差点亲上万涛涛的沈凌峰 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 再也起不来了 柔柔 你要爱我的话 就赶紧走吧 她哆哆嗦嗦地说 万涛涛的身子 慢慢地掉转过来 还是悬在半空中 脚不粘地 她愿毒地看着沈凌峰 骗子 我死后 什么都知道了 是你偷拍我的视频 骗光了我的钱 骗我自杀 骗保险公司的钱 还跟这个女人勾勾搭打打 全身发抖的孙经理 被两个装成恶鬼的助理抓起 她尖叫 温小姐 饶命啊 她的头发被助理抓住 撞在墙壁上 助理事先放进去的血包被撞破 红红白白的一大片 孙经理以为自己脑浆子被撞出来了 翻着白眼 吓晕了 李秀芬从农村长大 文化程度又不高 最怕的就是鬼 看到缺鼻子 扫眼睛的恶鬼 把孙经理的脑浆撞出 吓得跪在地上 连连求饶 装成恶鬼的助理 按住贪软的李秀芬 在她的身上 狠狠地扎了十几针后 拿出刀 一片片地搁着她的肉 当然 不会真的伤害李秀芬 那些肉全都是假的 得亏我这是独栋别墅 隔音又做得很好 不然的话 李秀芬杀猪式的尖叫 肯定得引来保安 沈凌峰看着血肉模糊的李秀芬 和脑浆蹦裂的孙经理 她的心理防线也彻底地崩溃了 瘫软在地上 站都站不起来 万滔滔飘到沈凌峰的身前 手里握着一把刀 她舔了一下刀背 阴森道 现在该你了 沈凌峰吓得求饶 温柔 我错了 我向你道歉 你要是砍了我 满满怎么办啊 她就成了没爹没娘的孤儿了 万滔滔顿住 眼泪缓缓地流出 满满 我可怜的女儿 跟我一起在书房里看监控的导演 择了一声 道 不想当生优的化妆师 不是好演员啊 滔滔的演技挺不错的 我对万滔滔道 滔滔 收起你的戏音 时间不早了 快点 万滔滔带着耳机 听到我的话后 看在满满的份儿上 我饶你一条狗命 但是 你得把视频交出来 沈凌峰抖着手 拿出车钥匙 视频 全都在钥匙坠上的U盘里 我没有别的辈分 两个恶鬼 将李秀分下晕后 又按住了沈凌峰 沈凌峰下的声调都变了 你们要做什么 万滔滔搜地一下 飘到沈凌峰的身前 男人不自爱 犹如烂白菜 烂白菜的根得砍了 才能长出好的白菜 说完 手里的刀刺向沈凌峰的腹下 鲜血标起 啊 沈凌峰瞪着眼睛 刚尖叫一声 就被扫眼睛的恶鬼捂住嘴巴 浓烈的以泥味道 让他很快地陷入昏迷 我检查过沈凌峰的U盘 确定里头有我姐的视频后 我就毁掉了 下楼后 万滔滔带来的助理很给力 半个小时 就收拾好了客厅 沈凌峰 李秀芬和孙经理三人 晕倒在沙发上 身上的衣服 全都是湿的 没办法 他们的衣服沾着假血 助理给他们洗了衣服 实在来不及烘干了 我从厕所接了一桶冷水 浇在三人身上 三人尖叫着醒来 啊 每个人的眼睛里 全都是惊恐 李秀芬去摸自己 我身上的肉还在 孙经理 我的头也在 脑浆没流出 沈凌峰 我的根也在 没被砍 沈凌峰请来的两个打手 被我收买了 他们俩疑惑道 沈先生 你们三个在说什么呀 刚才温小姐上楼去拿卡 你们三个就晕倒了 不管我们怎么叫 都叫不醒 温小姐就拿了桶水 泼在你们身上 我将没有存钱的银行卡 拍在茶几上 这里面有一千万 拿着滚吧 沈凌峰的脸上露出贪婪 伸手就要去拿 呵呵 阴森的笑声 从二楼传来 三人望去 万滔滔没有卸妆 站在二楼的阴暗角落 苍青的脸上 满是怨毒 三人倒抽一口冷气 尖叫 鬼呀 我故作疑惑地看向二楼 什么鬼 你们看到什么了 两个打手也吸引大发 沈先生 二楼什么都没有啊 三个畜生彼此交换了视线后 疼得站起身 尖叫着 连滚带爬地跑出别墅 我看着他们三个的背影 冷笑 今天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沈凌峰陷入昏迷的时候 我在他的手机里下了病毒软件 每晚凌晨十二点 手机都会传来我姐的声音 沈凌峰和李秀芬吓得扔掉手机 搬出我姐的家 她想要卖掉房子 买家听说这房子里死过人 没有人买 她便找上我 想要让我高价买回我姐的房子 被我拒绝 我姐的房是精装修交付的 她在网上发表小作文 将我姐的死归咎于浴室装修不合理 要求开发商赔付她五千万 她利用我姐的死 炒作自己深情暖男的形象 着实驳了一大波关注度 热心善良的网友 特别同情她 她又放出 我和开发商是好友的消息 网友群起而公知 将我和开发商骂上热搜 我找到沈凌峰的时候 她在酒店大肆地举办宴会 孙经理陪在她的身侧 沈凌峰的个人形象很好 我姐所谓去世的消息 不过短短半个月 她已经成了新近网红 宣传自己的美发店 忽悠了大量同情心旺盛的网友 在她的美发店里办卡充值 她着实发了一笔横财 此时的她 一脸的意气风发 拥着孙经理 对我得意地笑道 温绕 人人喊打的滋味不好受吧 活该 谁让你不肯花五千万 买你姐的房 我摘下墨镜 低头看向她 沈凌峰 别得意 听说过爬得越高 摔得越惨吗 沈凌峰以为 我会曝光她和孙经理的事 她哈哈大笑 官夫在娶 合情合理 那群傻叉网友 只会祝福我 你姐死得太好了 让我变得这么红 好几家公司 都要和我合作呢 等拿到保险公司 和开发商的赔偿金 我就去国外买大别墅 我不信你姐的鬼魂 能追我到国外去 足足六千万的赔偿金 足够我富足地 过完下半辈子了 我将酒泼在她的脸上 别发颠了 我姐活了 沈凌峰不信我说的话 她伸出舌头 舔去流到唇角的酒 笑着道 发颠的人是你 医生亲口宣布 你姐不治身亡的 孙经理已经拿出手机 脸色大变 凌峰 温柔的确没死 她发微博了 我姐删掉沈凌峰 公布她死亡消息的微博后 便发了一条视频 她的头上包着绷带 坐在病房的床上 三言两语的解释清楚 她头部受到重伤 住在重症监护室内 直到今天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 想关心她的网友道歉后 质问道 沈凌峰 你明知道我摔倒受伤跟开发商无关 为什么你要敲诈开发商五千万 我重伤昏迷的时候 你为什么擅自发布我去世的假消息 我命悬一线的时候 你在哪儿 为什么没有来过医院 同一时间 我联系的营销号 爆出沈凌峰出入酒吧 跟美女网红相拥接吻的照片 她营造的深情暖男人设 彻底地崩了 网友将她骂上热搜 开发商联系律师 告她勒索敲诈 就连美发店的会员 都觉得被她愚弄 纷纷地要求退卡 将她的美发店 拉入黑名单 她想要挽回自己的形象 只能来找我姐求和 柔柔 对不起 都怪我太相信扰扰了 她说你死了 以为你就真的死了 我被黑客逼得走投无路 这才铤而走险地去找开发商的 不过 你也得好好地反省反省自己 在我为了你的小视频 跟黑客周旋的时候 你怎么不主动联系我 沈凌峰跪在我姐的病床前 含泪道 我看着她手里拿着的那一朵红玫瑰 比仪地笑了一声 这个抠嗖的男人 道歉还不忘扑我姐 我姐已经知道她 假装黑客偷拍勒索她 化身为扭露 温柔 她抄起包 砸向沈凌峰 包里装着两瓶矿泉水 包外镶着一层锚钉 砸在沈凌峰的身上 沈凌峰为了露身材 只穿着一件薄薄的衬衫 砸在她的胸膛上 疼得她当场就白了脸 啊 好疼 我姐眼睛泛红 有满满那么疼吗 我看到监控了 你妈用针不断地扎满满 沈凌峰 满满哭叫的时候 你又在哪 我站在病床旁 煽风点火 她抱着孙经理醉生梦死 怎么尽快地拿到你的赔偿金呢 姐 你得和她离婚 哪怕一分钱都不要 也跟她离了 我有钱 能够养得起你和满满 我姐的眼泪流出 饶饶 满满刚满月 怎么能没有爸爸 再说 我也离不开你姐夫 没了她的话 我活不了 要不是我和我姐商量过 怎么收拾沈凌峰 听到她这番话 我得吐血三声 沈凌峰得意地看了我一眼 捡起地上的玫瑰花 又塞进我姐的手里 她痴情道 柔柔 离开你 我也活不了 我跟孙经理只是意外 喝多的时候 她爬上我的床 我把她当成了你 要不是你身体变得那么肥 满足不了我 我又怎么会跟她发生这种事呢 她的皮像好 又刚满三十岁 正是男人最有魅力的阶段 让人轻易地忽略 她这段看似深情 实则充满 扑奥味道的话 有多渣 优越的外表 让她对自己充满自信 觉得能再度地控制我姐 我姐弟下头 将那只红玫瑰 扔进垃圾桶里 凌峰 我不会怪你的 你只是犯了 天底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但是 你妈虐待满满的事 你得给我个交代 沈凌峰给我姐办了出院手续 我抱着满满 跟我姐回到家里 李秀芬从侧卧里出来 抄起了放在门口的拖把 就朝着我和我姐打过来 两个小贱货 竟然敢耍我和凌峰 今天我不把你们俩打得满地找牙 我就不幸利 沈凌峰抢过拖把后 抽在李秀芬胳膊上 李秀芬嗷的一声 捂着胳膊 蹦起来 凌峰 你怎么打我 我是你妈 沈凌峰给她使了个眼色 怒道 你还知道是我妈 你怎么能用针扎满满呢 满满可是我的亲女儿 李秀芬明白了沈凌峰的意思 要是沈凌峰不给我姐一个交代 我姐肯定会和她离婚 有我这个身家过亿的小姨子 已经尝过抱负甜头的她 怎么肯离婚 李秀芬当即就顺甘下 一切都是我的错 是我重男轻女 才会扎了满满几下 柔柔 妈知道错了 你就原谅妈吧 我姐从我手里抱过满满 眼皮都不抬 凌峰 满满那么小 就受了这么大的罪 借你要是不给她出气的话 哪怕我再爱你 也得给她换个吧 我从包里拿出一盒缝衣针 扔到地上 对沈凌峰道 姐夫 现在证明 你爱我姐的时候到了 李秀芬倒抽一口冷气 显然想到那天晚上 被恶鬼扎针的痛苦 但她只是疼了十几针而已 满满的小胳膊 小腿上全都是针眼 医生还在她的身体里 找出三根缝衣针 凌峰 不要 我是你妈 她尖叫着 就往外跑 沈凌峰揪住她的头发 一拳打在她的肚子上 她翻着白眼 躺在地上 蝎子伟八马风针 最毒不过男人心 为了不和我姐离婚 她抓起一把缝衣针 连续不断地扎在李秀芬的身上 根根没入肥肉里 李秀芬疼得全身都被冷汗湿透 疯了式地挣扎 那也推不开身材高大 体格健硕的沈凌峰 我姐低头逗着满满 满满的耳朵塞了棉花球 听不到李秀芬的惨叫 咯咯地笑了出来 我坐在我姐身旁 灭了眼茶几上的药 是治疗高血压和降血脂的药 李秀芬吃的 我姐曾经对我提过 李秀芬患有三高 不只是得吃药 还得控制饮食 我姐做饭清淡一点 李秀芬就摔大碗筷 辱骂我姐虐待她 我看了眼 已经口眼歪斜 喉咙里发出霍霍声音的李秀芬 我无声地笑了 以后 李秀芬没机会再吃我姐做的饭菜了 剧烈的疼痛 让李秀芬高压飙到220 造成急性脑出血 送到医院的时候 又太晚了 来不及容栓 李秀芬全身瘫痪 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 狼心狗肺的沈凌峰 竟是一点都不在意 生怕我姐还不解气 随便地找了个陪护后 就不管李秀芬了 我住在我姐的家里 时不时地煽风点火 窜多着我姐离婚 我姐表现出一副 很爱沈凌峰的样子 犹犹豫豫地不肯离 反向 破碍沈凌峰 凌峰 你的名声都臭了 只有我不嫌弃你 你要真的爱我 就下厨做饭吧 你做的饭什么味道 太难吃了 哪个男人像是你这样 挣不了钱也就算了 连饭都不会做 凌峰 满满的皮肤娇嫩 只能用尿布 你把盆里的尿布洗了 要手洗哦 不过一周而已 吃不好 睡不好 还每天操劳的沈凌峰 就满脸胡子拉叉 瘦了五斤 精通擅长扑啊的她 尝到常年打鹰 被鹰灼了眼的滋味 孙经理偷偷地联系她 她也知道 别墅闹鬼 是我安排的 这天 我姐在婴儿房 陪满满午睡 沈凌峰把我堵在客厅 满脸愿毒地看着我 温柔 你们姐妹俩 就是故意地折磨我 逼我把钱全都吐出来 我冷笑 沈凌峰 除了一把理发剪 你哪来的钱 你拥有的所有东西 全都是我姐的 我请来的两个打手 就住在隔壁 沈凌峰再怎么想弄死我 她也不敢对我动手 你姐的东西 就是我的 我偷拍 勒索她 那又怎么样 她不敢送我去坐牢 担心满满会被人指指点点 有个坐监犯科的吧 沈凌峰自认为吃透了我和我姐的心思 那张憔悴到失去七分颜色的脸 此时猥琐不堪极了 我要和你姐离婚 哈哈 你不知道吧 你姐有抑郁症 精神状况很不稳定 我会抢到满满的抚养权 满满就是我的摇钱术 只要我缺钱了 就使劲地摇摇她 为了她的安全 你们俩不敢不给钱 就算真的不给我也不怕 我给满满买了巨额保险 我会确定她死透了后拿到赔偿金的 这是挑衅 嚣张的挑衅 不等我开口 我姐走出婴儿房 满脸铁青 扰扰 给我往死里打这个畜生 沈凌峰不只是不怕 她还笑了 我也笑了 笑这个自以为是的蠢蛋 以为能玩过我 做梦 我给隔壁的壮汉打电话 他们俩进来后 提着沈凌峰进入主卧 砰砰 伴随着拳拳到肉的声音 沈凌峰也惨叫出声 她还有力气叫嚣 温绕 这次我让你尝尝过街老鼠的滋味 敲门声响起 我去开门 巧了 门外站着的警察 正是上次处理我姐案件的杨警官 杨警官道 温小姐 我接到报案 你涉嫌买凶殴打沈凌峰 她的话音一落 电梯门开了 走出来五六个举着手机的网红 他们都在直播 兴奋地对着手机道 家人们 看到没 警察叔叔都来了 证明我接到的爆料是真的 沈凌峰被温绕虐待 殴打呀 我慌张到 我不是 我没有 你们别瞎说 啊 主卧里又传来沈凌峰的叫声 杨警官面色一变 直接推开我 温绕 冒犯了 她大步地进入客厅 我接挡在主卧门前 渲染玉器 杨警官 求求你了 别进去 啪 主卧里又传来可疑的声响 杨警官什么都顾不得 推开我姐 一脚踹开主卧的门 抱头 蹲下 都不许动 其中一个壮汉大哥道 警官 我们都没穿衣服 实在蹲不下呀 这番话 把挡在门口的小警察都惊呆了 门外的网红兴奋到眼冒绿光 跟闻到味儿的猎狗似的 一把推开小警察 举着手机 冲进主卧 沈凌风上身没穿衣服 被两个同样没穿衣服 戴着口罩的壮汉夹在中间 像是三明治 那姿势简直没眼看 我跟我姐对视一眼后 抱在一起 我姐崩溃的哭出声 出去 大家都出去 我不想被人知道 我丈夫喜欢玩这种游戏 丢人 简直太丢人了 哦 沈凌风 面红耳赤 温柔 你胡说八道 我才没有 啊 他又叫了一声 震碎三观的一幕 让现场网红直播间全都爆了 网红精的声音都在抖 家人们 快来看啊 光天化日 朗朗乾坤 沈凌风和两个大汉 竟然玩这种游戏 太恶心了吧 沈凌风崩溃 死命地推开这两个壮汉后 扯着嗓子叫 别拍了 住手 别拍了 我勾着唇 欣赏着沈凌风的不堪 我早就收到消息 他向网红爆料 说我买胸殴打他 便索性安排了这出戏 他说 他是男人 不怕被人看到身体 现在这不是怕了吗 沈凌风在网上彻底地爆火了 不管哪个APP推送的消息 全都是他和两个壮汉 在家玩叠叠乐 键盘侠将他喷出响 骂他是贱男人 脏男人 他不敢出门 不敢见人 彻底地消失了 晚上 他给我打了电话 恶狠狠地说道 温绕 你真被比 搞臭我的名声 就以为能整垮我吗 哼 做梦 只要我活着的一天 我就是你姐夫 满满的爸爸 这个婚 我不离了 我笑了一声 哼 死鸭子嘴硬的男人 不过如此 挂断他的电话后 我在万涛涛的化妆室里 他坐在化妆以前 翘着二郎腿 饶饶 真是对不住啊 上次 我没能吓破 沈凌峰的胆 只好跟着柔柔姐 改姓温了 你不介意吧 我面无表情 万涛涛 你的算盘珠子 都快绷到我的脸上了 万涛涛故作凶狠 温扰 别逼我下跪求你 求你撮合 我和柔柔姐 万涛涛跟我认识好几年了 我对她知根知底 当年 她对我姐一见钟情 我姐一直都把她当弟弟看待 没把她放在心上 但她没放弃我姐 这些年来 也没有交过女朋友 我看着她 对她一笑 笑得她有些毛骨悚然的 脸上的凶狠表情维持不下去 她讨饶到 饶饶 我不怕你哭 就怕你笑 你别折磨我了 我对柔柔姐是真心的 我说 涛涛哥 想要当我姐夫 行啊 摆平了沈凌峰 我姐要是没意见的话 我就让你上位 万涛涛兴奋的两眼放光 点头同意了 当她知道我让她做的事后 脑袋又摇得像是波浪鼓 温绕 我守身如玉这么多年 堪称难得代言人 还没追到柔柔姐 你怎么能让我去勾引别的女人 这个女人还是沈凌峰的小三 你简直就是桑尽天良 我不干 绝对不干 沈凌峰的小三 就是孙经理 孙经理名叫孙经 跟沈凌峰是老乡 沈凌峰干的那些勾当 她全都知道 还是她出的主意 让沈凌峰给我姐买的巨额保险 她和沈凌峰一样 满肚子坏水 想着超近路 走上人生巅峰 她不像是沈凌峰 拥有上好的皮像 只能紧紧地抱住沈凌峰了 她未婚先孕 给沈凌峰生了个儿子 儿子都五岁了 当万涛涛知道 孙经鸟俩住在我姐郊区的那套大平层后 肺都气炸了 改了主意 主动地去勾引孙经 我开车拉着万涛涛来到幼儿园门口 皱着眉 看向万涛涛 万涛涛化了妆 调整了一下自己的面相 英俊又透着些许的颓废 怎么看都不像是男狐狸精的样子 涛涛 你能不能行啊 连豪车你都没开 能引起孙经经的注意吗 万涛涛整理了一下袖口 露出价值几十万的百达斐力手表 在歌的字典里 没有不行这两个字 你就等着改口叫我姐夫吧 我看到那款手表后 就知道妥了 别急着吹呢 看你的表现 万涛涛哼了一声 下车 朝着孙经走去 孙经刚接了儿子下学 一边低头和儿子说话 一边往前走 万涛涛停下脚步 哀伤道 这个小朋友和我儿子长得好像 孙经抬眸 看到万涛涛的脸 万涛涛化妆后 简直就是放大版的孙经儿子 她先是一惊 后又看到万涛涛带着的百达斐力 她脸上露出笑 先生 看来我们还挺有缘分呢 你儿子呢 万涛涛眼眶发红 眼泪落下 我儿子已经生病去世了 小姐 我能加你微信吗 若你方便的话 我想要多看看你儿子 看到他 就像是看我儿子一样 看到那块百达斐力的脸表 孙经不方便 也得方便 当然可以 她拿出手机 扫了万涛涛的微信 我听到两人的对话后 给万涛涛点了个赞 不想当生优的化妆师 不是好演员啊 万涛涛这眼忌绝了 接下来的几天 万涛涛都会在幼儿园 等着孙经母子 她时不时地送给孙经礼物 我眼瞅着孙经望向万涛涛的眼神 越来越亮 她对万涛涛心动了 该是收网的时候了 我拍下万涛涛和孙经的照片后 就去我姐的大平层 这套大平层位于郊区 我姐买了后 从来都没有住过 沈凌峰养的小三和私生子 倒是住进去了 我解开密码锁 直接进去 沈凌峰穿着大苦茶 正在客厅里举着哑铃健身 不得不说 沈凌峰还是挺珍惜自己的本钱 发生这么多事 普通人早就一蹶不振 变得不休边幅了 她竟然还能打起精神健身 我鼻子冻了一下 闻到了从她身上传来的酒味 喝酒了 那更好 孙经从厨房里出来 对上我不怀好意的视线 她很滤茶地躲在沈凌峰背后 凌峰 我好怕 温小姐不是要赶我走吧 沈凌峰抱住孙经 她赶 我没说话 视线落在电视柜上的照片上 沈凌峰和孙经 孙经儿子的合照 还真像是一家三口 你们俩早就有孩子了 我明知顾问道 对 晶晶早就给我生了儿子 现在五岁了 哼 你别想着告我婚内出轨 犯了重婚罪 这个孩子是我和你结婚前有的 以后我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他 满满什么都得不到 沈凌峰快意地说道 我又笑了一声 看着目录喜悦的孙经 嘖嘖 你真是个大傻子 头顶绿帽给别人养儿子 你说什么 沈凌峰面色一变 我将孙经和万涛涛约会的照片 扔给沈凌峰 接着道 你好好的看看 这孩子是你的吗 明眼人都能看得出 万涛涛跟孙经的儿子 有着气氛相似 让人毫不怀疑 他们俩存在血缘关系 沈凌峰捏着照片的手 都在抖 俊俏的脸争鸣如鬼 孙经 你这个贱货敢给我戴绿帽子 孙经脸色煞白 凌峰 你别听他胡说 儿子就是我给你生的 我最擅长的就是煽风点火 女人清楚 自个儿是孩子的亲妈 但男人可真不清楚 自个儿是不是孩子的亲罢了 沈凌峰 你真傻 戴了绿帽不说 还被他窜多着买保险 毁了你和我姐的生活 成为过街老鼠 人人喊打 沈凌峰眼睛鲜红似血 抓住孙经的衣领 一拳头砸在他的脸上 贱货 你毁了我的一辈子 孙经的惨叫 惊醒了儿童房的小孩 小孩跑过来 攥着小拳头 去打沈凌峰的腿 我打死你这个坏人 放了我妈妈 沈凌峰怒火中烧 弯腰抱起小孩 就要往墙上摔 我大步地跑过去 去抢孩子 同时对呆愣在一旁的 孙经喊道 沈凌峰要杀你儿子 沈凌峰还挺配合 牙字欲裂倒 我要杀了这个小野种 他的力气比我大 轻易地抢过了孩子 就要往地上摔 孙经拿起哑铃 用力地砸向 沈凌峰的后脑勺 鲜血泵裂 见了孙经一脸 沈凌峰的手一松 松开了孩子 他捂着头摔在地上 鲜血鼓鼓地流出 染红了地上的照片 孙经看向地上的照片 哭叫出来 温绕 是你害我和凌峰的 你的心怎么那么毒 我抱紧怀里 哇哇大哭的孩子 捂住他的双眼 是你和沈凌峰社局 诱骗我姐自杀的 要不是我姐命大 她活不到现在 我要是够狠毒的话 刚才就不会舍命救下你儿子 想要你儿子平安地长大 你知道怎么做 孙经挣扎地看了眼孩子 拿出手机 报警 我自首 我杀了沈凌峰 沈凌峰不致身亡 孙经涉嫌故意杀人 被警察带走 他面临的是法律的审判 儿子在我的手里 他不敢对警察乱说什么 我将那孩子送到孤儿院后 没有多久 他便被稳妥的家庭收养了 当初沈凌峰为了安抚我姐 不只是给我姐买了保险 也给自己买了 受益人是我姐 保险公司联系我姐 赔付我姐七百万的赔偿金 我姐不想和沈凌峰有一丝一毫的牵扯 就把这七百万捐出去了 她卖掉了房子 带着满满搬回别墅 跟我住在一起 没了沈凌峰这个渣男的纠缠 我姐精神焕发 重回职场继续做主持人 走上了事业的巅峰 变得越来越迷人 万涛涛对我姐展开追求 我姐依旧没有同意 万涛涛也不灰心 经常出入我家 带着满满 做起了奶爸 我坐在沙发上 看着万涛涛和我姐一起陪着满满玩 唇角露出笑容 美好的生活 即将开始 KTV忽明忽暗的灯光下 我一杯接一杯地把酒白水似的 往嗓子里灌 一双手不知道什么时候摸上了我的腿 身体下意识抗拒地哆嗦 中年男人不怀好意的眼神 在我脸上游异 浓重的酒气洒在我耳畔 小情人长得漂亮 酒量还这么好 看来这单不开给你不行了 我按捺住胃里的翻江倒海 低眉顺眼地垂下头 为她倒酒 张总这话我可当真了呀 这单你可不能给别人了 仿佛一条蜿蜒的蛇 她的手缓缓游向我的腰 门之亚一声被推开 一个熟悉的身影被服务声领着 缓缓走进来 身姿一如既往地挺拔 但却不是当年那个 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 冲我笑得落魄少年 如今的她西装革履 赠亮的皮鞋在地上踩出的声响 都像是一打打钱碰来撞去的 我的手忍不住轻颤 杯里的酒洒了出来 酒未熏得我眼泪直掉 我从没想过会在这种场合遇见陆昭 在我这么难堪的时候 周围人动作很快 各个攻顺地迎上去 陆总大驾光临 我色缩在座位上 恨不得把脸藏进衣服里 她猝不及防地在我身边落座 我忍不住往旁边靠了靠 像只受惊的兔子 她忙着和周围人推杯换盏 连一个眼神都没施舍给我 她应该没认出我来吧 张总却不肯放过我 揽过我的肩膀 把我往陆昭方向推 陆总 我们秦大美女 可是和你的初恋女友一个名字 周围人小声议论 当年秦氏集团的千金秦霜 可是出了名的大美女啊 还是个钢琴天才 可惜秦老爷子当时护得紧 一张正脸罩都没流出来过 后来秦氏破产 明冻一时的秦霜 好像也凭空消失了 咱们这位秦姓美女 说不定就是郑主本人呢 哈哈 此一时彼一时嘛 陆昭这才转过头来 居高临下地逆着我 名字一样 长得也挺像 我听着胸腔里肋骨一般的响动 咬着牙 勉强扯出一抹笑 我设出一个哪里配合秦氏千金笔 是啊 今天的秦霜哪里能和当年的秦霜相比 17岁的秦霜闪闪发光 璀璨得像天上的星星 如日中天的秦氏集团的独女 锦衣玉石宠着长大 国内国外钢琴比赛的奖拿到手软 个人音乐会开了一场又一场 美貌 家世 才华 这些青春期女孩最渴望的东西 我全部拥有 甚至满刀溢出来 所以我理所应当地骄傲 嚣张又跋扈 成家小少爷 每天追在我屁股后面跑 我生日的时候 他在市中心 放了一整碗的烟花 跟我表白 那时候的我 懒洋洋地掀起眼皮 闲雾的撇嘴 爆发户的品味 我以为我会按部就班地 嫁给这样一个有钱人 把钱堆在钱上面 哗哗地留 直到我遇到陆昭 并无可救药地爱上他 陆昭父亲早逝 家里贫穷 却又格外优秀 他在食堂帮阿姨收盘子 勤工俭学 所以我丢下了我的一众好友 每天乖乖地陪他吃食堂 好事的人 故意把餐盘甩在他身上 大片大片地 有点建在他干净的校服上 我毫不客气地 把餐盘道扣在那些人的脸上 然后 伴着他们的脑袋 把他们揪到陆昭面前 给他道歉 我不知道怎么去爱一个人 我爸怎么爱我 我就怎么去爱他 他个子穿得快极了 却还总是穿着 三两年前不合身的旧衣服 脚上的运动鞋 张嘴湿地开了胶 我的少年被贫苦遮住光辉 我不喜欢 所以我大包小包地给他买东西 把世界上最好的东西 都巴巴地送到他眼前 像我爸对我那样 但他总是轻轻叹一口气 然后把我拉进怀里 尖尖地下巴 搁在我的肩膀上 双双 这些我都不想要 我只想要你 那时候 我听着他扑通扑通的心跳声 以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后来我才知道 他想要的是我的命 今天的我靠在男人堆里 陪笑混口饭吃 此刻只期盼他施舍我一点怜悯 别戳穿我最后的尊严和骄傲 他的眼睛钉子式地定在我的脸上 海一样身不可测 瘦死的骆驼笔马大 就算秦氏集团破产 秦霜也不可能在这里陪酒 人在英国念书呢 我心虚地低下头 脸烫得厉害 是啊 我本来应该在英国皇家音乐学院深造 张总献宝似的把我往台上推 陆总 您还真别说 咱们小琴唱歌也真是不赖 在场的男人们纷纷起哄来一个 大家都心知肚明 在这样的场合和茶几上造型各异的果盘一样 我不过是他们的一叠子下韭菜 我心里忍不住冷笑 面上却不显露 也不知哪里来的横胆 瞪着眼睛问陆钊 陆总以为呢 陆钊换了个舒服的姿势坐着 洗耳恭听 我心一横 点了手 算什么男人 陆钊坐在沙发上 听得很认真 灼灼目光落在我身上 咱们秦大美女 这是受过伤啊 张总言语了我一句 我回到座位上 意味深长 谁年轻的时候没爱过几个人渣 久过三旬 我被灌得头晕脑胀 满屋子的男人 没一个善茶 我找了个借口去厕所 看着镜子里面妆容精致的自己 眼角眉梢都是风情 但漂亮的眼睛了无生机 落满被生活搓磨后的麻木和疲惫 是我从前最讨厌的女人的样子 可我还是活成了这样 小琴 你没事吧 张总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情绪 没等我反应过来 她已经像条泥丘一样钻了进来 狭窄的空间里 我像只小猫一样被她逼到角落 看着她急不可耐地扯着皮带 我冷汗层层 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 我强装镇定地按住她的手 张总 您真是醉了 男厕所在那边 她捉住我的手 浮身把酒气镀进我的耳朵 别装傻 只要你跟了我 以后我的单子都给你 我恼羞成怒 后槽牙几乎都要咬碎了 张总说笑了 我怎么敢一个人吃下这么大块蛋糕 张总像是聋了 不管不顾的妻伸过来 她的身子重得不行 我用尽力气也推不开她 只好拧着没撇过头 避开她凑上来的脸 顺势腾出手 去摸包里的防狼喷雾 然而 这时我才看见 厕所门口站着一个人 看清楚那个人的脸时 我的心 一点一点地沉了下去 是陆昭 他狼一般的眼睛 盯着我和张总 眼神锋利地像一把刀 在他那个角度看来 此刻我和张总 正以一种极其暧昧的姿势拥抱着 一不做二不休 我的两只胳膊 干脆蜿蜒着 攀上张总的脖子 我生怕陆昭听不见 字字清朗 生生置地 只是单子怎么够 得加价 张总一听这话高兴起来 加加加 他没说完的话 被陆昭一拳头合着牙齿 落进了肚子 陆昭的这一拳头很急了 张总的头 在洗手台的瓷砖上 磕出巨大的响声 陆昭的眼睛 甚至充满力气的红 看着面前五头痛呼的人 就像是在看一团烂肉 我的力气 仿佛一下子被抽干了 两条腿像是裁岸上的 跌跌撞撞地向门外走 陆昭伸手拽住我的手腕 力气大的我 没有反抗的余地 他把我拖到了 他的麦巴赫里 像是泄愤一般 他单手牵住我的下巴 低下头用力吻我 这个吻讯急而猛烈 我的嘴唇被他咬破 血腥味在唇齿间 如潮水般涌来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 拼命挣扎着 甩了他一个响亮的巴掌 空气一下安静下来 我擦干满脸的泪水 陆总 懂不懂规矩啊 我价格很高的 我极力遏制住声音的颤抖 他盯着我 喉结缓慢地滑动了下 语气有些艰难 你怎么会变成这样 我笑了笑 眼泪也跟着掉出来 拜你所赐 他脸色灯石变得很难看 烦躁地退回到驾驶座 狠狠砸了一下方向盘 这动静 惊得我下意识抖了抖 他很快恢复平静 修长的手掏出手机 你卡号没变吧 我疲惫地闭上眼睛 没有 他发动引擎 声音沉沉地撂下一句话 给你转了五十万 既然要吃软饭 不如来找我这个老相好 我没有作声 因为我真的很缺钱 家道中落后我才明白 人活着有多不容易 什么尊严廉耻 我早都顾不上了 我被陆昭带回了他的别墅 陆昭给了我一件真丝睡衣 打折衣服穿久了 滑溜溜的真丝感觉 像鼻涕做的衣服 穿得我难受得不行 他的客厅里放了架斯坦威 我忍不住坐上了琴凳 我的人生 前二十二年都跟钢琴有关 他像这八十八个琴剑一样 黑白两色 精卫分明 前二十二年是鲜亮的白色 二十二岁以后 堕入没有尽头的黑暗 陆昭从浴室出来 擦着半干的头发 顺势从背后捞住我纤细的腰肢 骨节分明的手指 暧昧地往上钻 他轻咬我的左耳 你最喜欢的钢琴牌子 要不要来一首 我没太听清 仰面看他 什么 他眼底的欲望再也按捺不住 一把把我打横抱起 向卧室走去 几年不见 还学会装傻了 他不知道 我没有装傻 是我的左耳 几乎听不见了 情到深处 一丝温热滴在我脸上 是陆昭的眼泪 他浮在我耳边 反反复复地说 双双 对不起 双双 我爱你 双双 我们重新开始吧 好像短短三句话 就能抹掉我痛哭的一个个长夜 我睁眼的时候 陆昭正撑着脑袋看我 见我醒了 他凑过来亲我的脸 情意绵绵 太阳晒屁股了 我的小公主 我的眸色暗了暗 陆昭 我早就不是公主了 他在厨房忙碌 阳光暖阳阳地洒进来 这一幕与年少时的梦 渐渐重合 但我知道 一切都不一样了 泪意汹涌 对不起 17岁的秦霜 26岁的秦霜 没能成为世界文明的钢琴架 也没有嫁给你爱的男孩 他成了 他豢养的金丝雀 甚至害死了最爱你的爸爸 眼泪速速地掉进周晚 陆昭蹲下来 温柔地替我示泪 怎么了 我忍下心里的恶心 感觉太幸福了 日子流水一搬过去 直到堂丸找上门来 气势汹汹 怒气冲冲 他上门就是一巴掌 我没有反抗 生生地接住了这一巴掌 左脸火辣辣地疼 这是我该受的 手机铃声不合时宜地响起 没等我反应过来 唐婉便眼疾手快夺了过去 电话里传来我妈愤怒的声音 秦霜 今天几号了 你怎么还不给我打钱 唐婉散漫地靠在门框 眼睛鄙夷地斜着看我 你女儿在外面给人做小三 被我这个正式抓住了 正挨打呢 没空给你打钱 我妈很生气 给人做小三不少钱吧 还拖欠我这个当妈的生活费 她想到了什么好主意似的 转瞬又笑嘻嘻地说 那你出笔钱 我帮你教训她 我眼眶色地难受 绝望地闭上眼睛 早该明白的 秦霜 你身后早就空无一人 唐婉没想到 我妈比我这个小三还不要脸 无语地掐断电话 她一脚蹬掉香腊高跟鞋 卷起小香风外套袖管 露出小节流畅漂亮的线条 准备扑上来撕碎我 这样的张扬跋扈 像急了从前的我 陆昭一把捉住她的胳膊 眸色4.7 与其暗含怒意 够了 唐婉举起LV的麻将包砸她 漂亮的小脸挂满泪水 够了 陆昭 我是你未婚妻 你的公司 我爸投了多少钱 我不过打了这个贱人一巴掌 你跟我说够了 陆昭把骂骂咧咧的唐婉送走后 我坐在沙发上 垂着头没说话 左脸已经红肿 她把我搂进怀里 心疼地摸了摸我的脸 眼神柔软 怎么不还手 她低头亲我的脸 看起来有点难过 要是以前的你 不管有错没错 都是要先打回来的 我抬眼看她 脸上没什么表情 今天的我 已经没有那样的资本了 我站起身 东西我已经收好了 咱们到此为止吧 即使一贫如洗 我也还没有那么不要脸 她从背后环抱住我 我被她身上的木质箱紧紧包裹 她干燥温暖的手 附上我的左手 一枚戒指 划进我的无名指 大大的钻石 晃得我眼睛疼 冰凉的触感 激得我打了个冷战 她像许多年前一样 爱把头埋进我的颈窝 呼出的热气 在我耳旁久久萦绕 低沉的声音 吐出了当年我最想听到的话 小公主 我们结婚吧 这周的商业晚宴上 我会跟她断清楚 这一次 我一定要娶到你 是啊 当年我和陆昭 差一步就要迈进婚姻了 但好可惜 我已经不是当年的秦霜了 那时的我 拿到了英国皇家 音乐学院的研究生 Offer 便缠着陆昭 要在出国前把婚礼办了 是婚纱的那天 我没等到心心念念的陆昭 却等到了家里公司 破产的电话 陆昭联合对家 陷害秦氏集团 里应外合 大获全胜 手机从手里滑落 碰得砸到 Viral Wong奢华系列 婚纱的华丽裙摆上 心里什么东西 也随着这声响碎裂开来 电源恭敬地把手机捡起来 陆先生到了是吗 他看到您 肯定会非常惊艳 我一张口 眼泪猛地砸下来 他不会来了 永远都不会来了 那天我没有开车 一个人踩着高跟鞋 淋着雨慢慢地走了回去 走走哭哭 哭哭走走 我像质温机似的 迈进家门时 眼睛已经高高地肿了起来 家里的阿姨心疼地走过来 扶住我 大小姐 我讽刺地勾起嘴角 别叫我小姐 我不是小姐了 我爸躺在床上慈祥地冲我笑 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那时候我不知道 他已经因为这件事病得很严重 我还在缅怀我的狗屁爱情 哭得喘不过气来 面对我这个引狼入室的女儿 她仍然一句重话都不舍地说 她安慰地拍拍我的手 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 双双 人都会走错路 信错人 我后来才知道 她既是在说我 也是在说她自己 陆昭没有给我一个解释 甚至都不愿意见我一面 我堵在她家门口不肯走 她妈妈气冲冲地走出来 狠狠甩了我一个巴掌 这都是你们秦家欠我们的 你们欠我们一条人命 我被打得跌坐在地上 左耳的听力也几乎被她这一巴掌打掉了 五岁学琴 我几乎是坐在琴凳上长大的 如今 我做了十七年的钢琴家梦想 也被这一巴掌彻底粉碎 我捂着脸回到家时 我的爸爸死了 我握着他的手不住地抽气 他的温度一点一点从我指缝里露出去 直到冷得像冰一样 一直凉到我心里 我哭到嗓子都哑了 她也不像往常那样起来抱抱我 我就知道她是真的死了 那天我坐在马上就要被银行收回的房子里 从天黑哭坐到了天亮 夜风半雨 一点一点地砸在我的身上 将我骨子里生来的骄傲 一寸又一寸的浇息 陆昭 因为你 我没有爸爸了 也没有家了 大小姐 中年男人的声音将我的思绪拉回 我低头喝了口咖啡 不好意思地笑笑 陈叔 你继续 他儒雅地扶了扶眼镜 陆昭跟唐家提了退婚 唐家已经异象撤资 陆昭野心太大 他的星元电子 这两年扩张速度太快 唐家一旦撤资 他的资金链很快就会出现问题 我妈的电话一个接一个 手机响个不停 陈叔尴尬地咳嗽了两声 太太 呃 你妈妈还是那样吗 我没什么表情地 妈撒着咖啡杯 眼神暗了几个度 嗯 还是老样子 不过堵得小了些 富贵是沟渠里的水 一旦没有了 矛盾就像是淤泥里的石头 全露出来了 我爸当年偷偷给我留了两百万 让我好好把书念完 我妈爱读我是知道的 但我没想到 她会把这笔钱拿到牌桌上去 我抱着她的大腿 痛哭流涕地求她 她一根一根地掰开我用力到泛白的手指 你都聋了 还学什么琴 门被她摔得震天响 只撂下一句 乖 妈最近手气好 一定翻倍给你拿回来 我妈在牌桌上坐了三个月 输了个金光 我爸去世不过百天 她就火速把自己又嫁了出去 她穿着大红的喜服 用新做的美甲戳我流泪的脸 你懂什么 趁你妈我现在还有几分姿色 才能卖个好价钱 手机又响起来 我索性把她拉了黑名单 陈叔这才正色道 你要我办的事已经差不多了 随时能给星元电子致命一击 我照例拿出一张银行卡 朝陈叔推了推 一点心意 陈叔不肯收 大小姐 你之前已经给了很多了 我 我不由分说塞进他手里 当年如果不是我家的事 你也不会被牵连 现在一把年纪了 还在陆昭手下混饭吃 走出咖啡厅的时候 风呼呼地灌进林口 我紧了紧衣服 按亮手机 把我前几天匿名 发给唐婉的 揭发陆昭杨小三的邮件删掉 陆昭 这一次 一起下地狱吧 点缀着香槟色亮片的鱼尾裙 完美地勾勒出我的曲线 我有些恍惚 好像自己还是当年风头无两的秦家大小姐 服务声的声音把我拽回现实 这是陆先生特意为您选的礼服 为今晚的晚宴准备的 现在的我连件礼服都要靠男人送 我垂下眼 轻轻地恩了声 我提着裙摆入场时 晚宴已经开场 盛装出席的来宾 举着香槟谈笑风声 目光流转间 有生意场上的精明算计 也有男女之间的情愫拉扯 舒缓悠扬的音乐 飘散进金碧辉煌的舞池 舞池中央的一对脸带 甜蜜笑意的碧人 尤其抓人眼球 男人身姿伟岸 女人楚楚动人 看向彼此的目光能拉出丝来 是陆昭和唐婉 婉婉今天的礼服漂亮吧 陆昭妈妈款款向我走来 满身的珠宝 显出一股子穷人诈富的小家子起 晃着香槟杯的手指上 却突兀地戴了一只老气的金戒指 明显是十多年前的款式 我看向唐婉 今晚的她美得过分 身上那件点缀着香槟色亮片的鱼尾裙 尤其衬她 我攥紧了身上的铜款 窘迫又难堪 陆昭妈妈慢条丝里地 把杯子里的香槟 浇在我的裙子上 所以我特地给你 也准备了一件高仿 精心卷过的头发 湿漉漉的黏在我裸露在外的肩膀上 裙子也被大片大片地阴湿 这动静不小 旁人投过来的目光像一把火 把我的自尊和灵魂 烧出一个个窟窿 她优雅地把香槟杯放进托盘 但你要明白 虽然长得一样 但高仿和正品 是云泥之别 陆太太是婉婉的位置 而你的位置 她像宴会厅里的钢琴演奏者 抬了抬下巴 语气嘲弄 在那里 手心已经被我掐出血来 我眼圈红红 所以晚宴邀请函 也是你给我的 而不是陆昭 她突然伸出手 牵住我的下巴 浓重的香水味 熏得我头晕 不然以你的身份 有什么资格 参加这种规格的晚宴 她的话 被一个清朗的男生打断 原来我江辰的未婚妻 连参加自家宴会的资格都没有 一个三巡有余的男人走来 一袭得体的灰色西装 布料烤旧 透着难以掩饰的奢华之气 她脱下西服 温柔地盖在我身上 男人的气息瞬间压了下来 眉眼近在咫尺 她的眼睛是薄薄的内双 漆黑的眸子里暗流涌动 语气沉沉 显然是动了怒 我竟不知道我江家家事 现在不由江家人做主 反倒由表嫂一个外姓人决断了 陆昭妈妈被她这话掐住了喉咙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她拉着我离开 语气里怒气不减 我敬你一生长辈 今天的事就此作罢 如果表嫂在对我的未婚妻失离 就别怪我不念旧情 我的脑子乱成一锅粥 我不知道江辰竟然和陆昭有这层关系 她突然侧头跟我说话 语气已然软了下来 我不知道你来 我是故意没告诉她 故意让她看到这一幕 男人 总是喜欢楚楚可怜的女人 她看了看我的裙子 目光平静得看不出情绪 衣服脏了 先去换一套吧 我换好衣服出来时 江辰正在落地窗前打电话 面容严峻 身姿挺拔 不同于陆昭的清风俊朗 她举手投足间 全是运筹帷幄 势在必得 看到我 她掐掉电话 大步走过来 我莫名地有些紧张 攥紧了礼服 我捏住裙子的手 被她灵活地翻转过来 堂而皇之地食指向扣 走吧 我带你去认认人 她的手很热 温度一点点传递过来 烫得我的脸都有些发红 功愁交错间 她游刃有余地为我挡酒 半场下来 我竟滴酒未战 她突然低下头跟我说话 离我不过咫尺 我的心不免移动 然而下一秒 我就猝不及防地 撞进陆昭不可置信的眼睛 四目相对 相顾无言 我们都没有立场质问 对方身边的人 为什么不是自己 江晨也看见她了 她站定 从容不迫地向陆昭招手 表侄子 来 见见你未来表审 陆昭被她这话 惊得几乎握不闻酒杯 但她还是一如既往地得体 哑着嗓子 叫我表审 唐婉表情十分精彩 神色复杂地 也跟着叫了声表审 我缓缓掀起眼皮 响亮地硬了声 嗯 以后就是一家人了 晚宴结束 我上了江晨的家常林肯 她像是有些醉 眼睛紧闭 正皱着眉头揉太阳穴 她这么帮我 我也想扮演好未婚妻的角色 便上手帮她 只付触碰到她温热皮肤的刹那 她警惕地睁眼 狼一般锐利的眼睛 深不可测 我惊得把手往回缩 却被她一把捉住 她力气很大 我正脱不开 一个亮腔 我被她拉进怀里 我整个人都贴在她 微微起伏的胸膛之上 她的声音从头顶传来 你搬来跟我一起住吧 语气果决 没有一丝商量的意味 就像第一次见面她 让我做江太太一样 在咖啡厅的那天 陈叔拿出来一打子照片 是陆昭和唐婉甜蜜地依偎在一起 他叹了一口气 陆昭是个聪明人 自从唐家提出要撤资 他退婚的口气已经软了下来 我自嘲地笑笑 我早该明白 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 我都不是他的首选项 陈叔语气尖色 但单凭我们手里的东西 是重创不了星圆垫子的 我疲惫地朝后靠了靠 我再想想别的办法 陈叔试探性地开口 眼前就有一条路 但是 我目光灼灼 像抓住了救命稻草 什么路 陈叔面露难色 半赏才说话 江辰 A是新贵 前两年才从国外回来 现在几乎是一家独大 大小杰妮和她顽固的女友 长得有七八分相似 她转过头不敢看我 如果能攀上这棵大树 事情总归会好办些 我没说话 心往下沉了又沉 时至今日 我年少时引以为傲的家世 才华 美貌 七零八落地只剩下了这一张脸 我明白了 你等我消息 我听见我自己平静地说 我照着陈叔的话 穿了她前女友最爱的白裙子 一尘不染 像极了枝头盛开的白茉莉 我站在墓园的冷风中 说不出的清冷破碎 前来祭拜的她 本来已从我身边走过 却又折回来 递给我一张名片 我需要一位太太 我没有拒绝的权利 这样的打扮 出现在这个场合 我的意图 宛如司马昭之心 我扶着江辰进门 开门的一刹那 她的酒好像突然醒了 她把我抵在墙上 灵活地把我的手 放在她紧致的腰间 我整个人被她牢牢地 圈在灼热的怀抱里 我的牙关被她轻而易举地撬开 轻烈的酒味 从她嘴里 迷散我到唇齿间 裙子拉链已经被拉开 她滚烫的指腹 压在我裸露的背上 我很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没来由地怕 身体微微发抖 她远比我想象得要敏锐 手里的动作迅速慢下来 她缓缓站至身子 与我拉开距离 黑暗中我看不清她的神情 她的声音里听不出情绪 我不喜欢勉强 那之后 她果然再也没有碰过我 但她仍然是个非常棒的丈夫 欧布 未婚夫 我在网上查了资料 才知道她手里 管着多大的生意 远胜于当年我的父亲 但她每天的早餐和晚餐 一定会回家吃 虽然每顿饭都吃得很沉默 没有一丝桃色绯闻 每次应酬都会跟我报备 虽然我并不在意 她很爱送我礼物 第一份礼物 是超小型全隐形助听器 她很仔细地帮我戴上 然后小声在我左耳边说了句 我爱你 我的音乐天赋 超群一半归功于 我与生俱来的绝对音感 但这样的我 左耳却听不见了 没人问过我的难过和不甘 只有用人单位 因此遗憾地拒绝 为了能在这个社会上正常生存 我努力假装 我是个正常人 四年没有听见过声音的左耳 听到的第一句 就是如此动人的告白 虽然我明了 她是说给她却是女友八分相似的这张脸 但我仍然忍不住蹲下身哭了 内心涌出无穷无尽的感动 我伪装得很好 骗过了我的上司和同事 甚至我掏心掏肺爱了那么多年的路招 日夜相处 也没有发现我的异常 这样窘迫的秘密 却被相识不过几天的江城看穿了 我抽气着致谢 江先生 谢谢你 他把我捞起来 手上一个用力 我整个人都被他往怀里带 他的呼吸渐渐急促起来 你叫我什么 我有些发猛 不太明白他的意思 他似乎很不满意我的反应 温热的唇已经附了上来 我被吻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趁他放开我 我吸进一大口空气 老 老公 他脸上的阴郁一下子散了 笑着低头吻了吻我的眼睛 叫得不错 奖励你 我和江城的是满城风雨 全A市的人都知道了 我是他的未婚妻 陆昭终于相信 我是来真格的 那个当年爱他爱到放弃梦笑 offer 陪他留在北京上大学的秦霜 那个当年为了他和家里闹翻一次又一次的秦霜 那个在出国前哭着喊着 要跟他结婚的秦霜 要嫁给别人了 他疯了一样的独我 短短几天时间 他已然憔悴得不像样 双双 你听我解释 我和唐婉只是逢场作戏 什么撤资不撤资 我马上跟他断干净 他抓住我的手 眼睛渗着红 哭腔浓重 求你 别嫁给他 我面无表情地一点一点地将手抽离 那就证明给我看 陆昭的速度很快 短短两天 他和唐婉的婚事已经公开宣布作罢 唐家也不留情面地撤了字 手机铃声响起 我看着手机里他的来电 干净利落地把他拉黑了 陆昭 这一次 终于轮到我出尔反尔了 你也应该好好尝尝被背叛的滋味 陆昭的星源电子资金链果然出了问题 现金流断裂 他整天忙得焦头烂额 但我忘了他是江城的表侄子 陆昭妈妈领着他七十岁的奶奶登门拜访 他奶奶也就是江城的大姑 陆昭妈妈今天刻意打扮得十分朴素 一只手扶着满头白发的奶奶 一只手抬起来抹眼眶里无穷无尽的泪水 陆昭的奶奶一进门就扶在江城身上好起来 浑浊的泪水流淌在深深的皱纹里 蜿蜒而下 这让他看起来格外的苍老和可怜 江城 帮帮你表侄儿吧 我们陆家可就这一个出息的孩子 早也用功 晚也用功 好不容易挣下来这点家业 他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像是要把我活活戳出个洞 不能毁在一些心怀鬼胎的人身上 陆昭妈妈审时夺势地拿出一打资料 我们星源电子这两年的新项目 业内都是非常看好的 只要投钱 保准是赚的 江城的脸色晦暗不明 言语滴水不漏 没答应也没拒绝 谁也猜不透他的想法 他们两人走后 江城在书房翻看陆昭妈妈留下的资料 我的心跳得厉害 我比谁都明白 即使江城对我再好 他在意的也只有我这张脸罢了 说到底 他们才是一家人 虽然多年不曾走动 但打断骨头连着筋 我给他泡了一杯心道的信仰毛尖 端进去的时候 手指不住地抖 于他是稀松平常的小恩小慧 于我却是筹谋数年的生死关头 我偷偷看他 黄色的灯光落在他紧绷的脸上 倒冲淡了他的威严 显出几分柔和 但我仍然怕他 明明有着满肚子的疑问 但一个都不敢冒出口 我放下茶杯 准备离开 他突然拉住我的手 我猝不及防地被拉得坐到他怀里 我的背紧贴着他的胸膛 睡衣很薄 我明显地感受到了 后背传来的男人的温度 他的眼睛仍然在资料上 有那么好看 我愣住 半嗓才明白他在问什么 面上一红 他鼻息很热 语气含笑 那就坐近点看 我沉默片刻 想要起身 我有点困 不打扰你了 他缓在我腰上的手臂 又用了一点力 陆昭的事 你怎么看 你们不是高中同学 没什么话想说 这话又把我问回了他怀里 我不明白 他问我这话的用意 我和陆昭的事 他知道多少 我尽量让自己听起来很平静 星元电子的税务 好像有点问题 他不以为意 80%的公司的税 都经不起查 他曲起纸节 轻轻地扣在桌面上 这几个新项目 倒还算看得过去 我沉默地闭上眼 听着他的纸节 一下一下地砸在桌面上 心里亮起的火光 也一点一点熄灭 当晚 江晨睡着后 我起身到阳台抽烟 带着凉意的风 将烟头吹得通红 也将我额前的碎发吹开 视野中是一片混沌的黑 离天亮还远着 我奔秘烟头 给手机界面的邮件 点了发送件 陆昭 我就算什么都不要了 也要把你拉到这修罗地狱里 天亮的时候 江晨已经走了 他第一次没有陪我吃早餐 但我一点都不怪他 因为我给他捅下了天大的篓子 我悠闲地切着牛排 刀叉在餐盘上摩擦出霍霍声响 锋利地像一把屠刀 陈叔的消息很快 星元电子没有得到江晨的投资 资金链彻底断裂 陈叔向税务局举报了 星元电子这几年的大额偷税漏税 破产清算只是时间问题 这样好的消息 我熬了整整四年的胜利 我却没有勇气自己去看 因为我知道 现在的新闻头版除了星元电子 更多的是关于我 更准确地说 是关于陆昭 江晨和我的桃色绯闻 陆昭的那句带着哭腔的求你 别嫁给他 应该被所有人听到了吧 表直基于表叔的未婚妻 这样的丑事 居然发生在A市顶层的家族 我很清楚 我的身份很快会被扒出来 当年高高在上的琴势千金 赫赫有名的钢琴天才在出现 就是这样的艳色新闻 和两个男人牵扯不清 我心甘情愿地 把我小心翼翼藏起来的那些不堪过往 全部写淋淋地摊出来给人看 虽然我比谁都明白 这种事情 女人总是担了最多的口舌 但我必须这样做 我于江晨而言 不过是一只逗乐的金丝雀 高兴了红两句 不高兴随时可以碾死我 她不会为了我这样的人 忤逆长辈 她长我整整九岁 名利场上厮杀多年 她的心思还一样深 我琢磨不透 但是我知道 像她这样站在顶端的人 占有玉野墙的可怕 她绝不会允许自己的东西被人惦记 哪怕只是知金思雀 这样的事 我说给她听是远远不够的 必须要大张旗鼓地捅出去 把她架在火上烤 让她的怒意熊熊燃烧 以至于陆昭奶奶的眼泪也浇不灭 已经整整两天 江辰都没有回来 我看着太阳渐渐掉下去 云层被涂抹的血一样鲜艳 门外传来稳健的脚步声 江辰回来了 她的脸色阴郁的可怕 眼睛向上微微挑着 像审判犯人一样审视着我 她全都知道了 她没说话 伸手脱掉黑色西装外套 随意地往沙发一扔 慢慢地向我走过来 我从没见过她这个样子 迟来的巨翼 抽丝剥茧地钻进我的骨子 我深吸了一口气 没等我开口说话 我的身体呼得腾空 她把我打横抱了起来 向卧室走去 我下意识地用手攀住她的脖子 怕自己掉下去 她的脸就在眼前 冷峻地板着 双唇紧敏呈线 透着一股子生人物尽的灵力之色 她手一松 我就跌落在床 我有些害怕 她抓我的手时 我下意识地躲开 现在怕了 她哑着声问我 你做这事的时候 就不怕别人的流言蜚语 第二天醒来的时候 我浑身酸软得不行 江辰经历却很好 已经看着报纸在吃早餐了 她喝了一口咖啡 微微靠后痒了痒 心情看起来还不错 醒了 我鼓足勇气走过去 跟她低了头 谢谢 我今早才知道 事发的当天 她动用了人脉 花了大价钱 把我爆的料 尽数买了回来 现在网络上找不到一条 关于这件事的痕迹 她这才抬眼看我 谋色深深 我今天去公司 要不要顺路送你去见见路照 她收起报纸 轻笑了一声 毕竟你做了那么多 就是为了今天 我的心跳漏了一拍 耳根通红 早该猜到的 我的那点伎俩 怎么可能瞒过她的眼睛 走到陆昭家门口 她抬腿要陪我进去 我拽住她的衣角 心中生腾起复杂的情绪 我想一个人去 她从善如流的转身 坐回到了车里 我把几辆挺得比直 好像这些年她 从来没有弯曲过 我走得很慢 每个步子都 时时地踩在地面上 只有这样 我才安心 才知道 这不是我的一场美梦 开门的是陆昭的妈妈 几乎是在看到她的瞬间 我的巴掌 就落到了她的脸上 这一巴掌 我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把她打得跌坐在地上 像她当年打我一样 我居高临下地逆着她 声音远比我想象中平静 这是还你当年 给我那一巴掌 陆昭不可置信地看着我 猴杰艰难地滚动 什么当年的一巴掌 我忍不住想笑 你不是总问我 为什么没去上学吗 因为你妈当年一巴掌 把我的左耳打聋了 我的钢琴梦 从那天就碎了 陆昭妈妈听到这话 阴瑟瑟地笑起来 眼底的血色翻涌 你活该 这就是你们秦家人的报应 当年你爸偷工减料 害死了陆昭他爸 以为给我一笔钱 就可以买心安 做梦 你们秦家的钱 都是堆在死人尸体上的 做了这样的事 你活该是个笼子 你爸也死有余辜 笼的好 死的好 我看着他摸着纸尖的老旧金戒指 又哭又笑 只觉得可怜 这个戒指是陆昭爸爸留给你的吧 他的脸已经不再年轻 此刻却浮现出小女孩的情态 他爸进城汽了好久的水泥 日日把钱攒着 给我买了这一只金戒指 他微红的眸子里 写满了偏执的恨意 要不是你爸 我抢下他的话 要不是我爸 你这场美梦早就行了 我把一张照片砸在他脸上 照片上是陆昭爸爸 和一个年轻女人拥抱在一起 那个年轻女人的脖子 手腕上赫然挂着一整套金饰 一看就知道 是和陆昭妈妈手上的戒指 是一套三金 照片上的拍照日期 是在陆昭爸爸去世半年前 他紧紧攥着这些照片 眼泪巴哒巴哒地掉下来 模糊掉了他日思夜想的男人的脸 我把他的陈年伤口狠狠刨开 翻出新鲜的血肉 他倒是聪明 看准了你是个蠢货 三斤里最便宜的金戒指 就把你打发了 你还当成宝一样 珍藏了十三年 他吹索娜一样好起来 不 不 不 然后 想起来什么事的 血红的眼睛盯着我 就算这样 也是你爸害死了他 让他不明不白地死在了工地上 我心中只觉悲凉 我爸爸竟然因为这样一个蠢女人丢了命 你以为你丈夫是怎么死的 他胆子挺肥 偷情偷到了相好家 逃跑的时候掉下楼 活活摔死的 我的眼睛忍不住红了 你口中买新鞍的钱 是我爸私人腰包贴补给你的 他说你以后一个人带着孩子 日子难过 他说你是个好女人 不该被这样辜负 这口黑锅他背了也就背了 好歹给你们娘俩留个念想 你要是不信 大可以去问当年工地上的人 看看我说的有没有一个字错了 说到这里 我再也说不出话 像被人捂住了嘴和鼻子一样 难受得透不过气来 陈叔告诉我 这些时都忍不住抹了抹眼泪 你爸是个好人 可好人怎么就没有好报呢 这些话把这个癫狂的女人 一下子打粘了 他捂住嘴呜呜地哭起来 悲苦得像是在提血 陆昭跪下来抱住我的腰 他抬起头看我 嘴唇没有了血色 眼睛却红得不像话 悔意汹涌 我摸上他的脸 这是我年少时爱了许多年的人 他痛苦得喃喃 声音音哑哑 对不起 对不起 我不知道 他眼眶里晃动的眼泪 大滴大滴地掉下来 声音抖得厉害 双双我爱你 我是真的爱你 我从喉间发出困兽一般的思鸣 闭嘴 你有什么资格说爱我 我绝望地闭上眼睛 陆昭 我情愿我从未遇见过你 我跌跌撞撞走出门的时候 江辰正靠着车等我 他就那样坚定地站在那里 长身鹤唳 仿佛就算世界下一秒毁灭 他仍然会住立在这里 安静地等待 看到他的瞬间 我所有的坚强和仇恨 全都消失不见了 只剩下了深深的疲惫和孤独 在啃食我的每一寸身体 我几乎就要瘫软下去 他快步走上前 紧紧抱住我 声音蛊惑 禽霜 我在 我本来以为我不会哭的 揭开那些苦痛的过往 我没哭 对着陆昭 我也没哭 此刻 在他的怀里 那些被我压抑的泪意 却突然报复性地卷土重来 我咬住他的肩膀 好像找到了一个支点 哭得喘不过气来 江辰 大仇得报 但我一点都不高兴 我的爸爸回不来了 在这个世界上 我还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他捧住我的脸 眼睛里有亮晶晶的东西在闪 禽霜 我一直在 我看着他 突然发现 以前的我怎么会那么傻 怎么会猜不透他 他的眼底 明明全是藏不住的爱意 我想起来了 以前的我最爱白裙子 满满衣衣贵的白色 干净的就像那时的我 我沉默了很久 才缓缓问出口 你真的有一个去世的前女友吗 他坦然地笑了 没有 我的鼻子有些酸 什么时候开始的 他松开我 伸手理了离我额前的发 第一次见面 沉默了一会 他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你弹了云雀 那是我在成人礼上弹的 他呼得笑了笑 现在我家狗都快把这首曲子听会了 他抬腿离开 没有像过去那样 牵住我的手 不用觉得欠我什么 你是靠自己走到今天的 只留给我一个挺拔的背影 声音听不出情绪 我会尽快开记者会 宣布我们婚约取消 他的脚步一致 琴霜 太阳已经出来了 往前走吧 墓园的风很是凛冽 照片中爸爸的脸 似乎都被吹红了 爸爸 星园电子破产了 路昭妈妈疯了 我做的 厉害吧 我今天都满27岁了 你却还是只有45 真不公平啊 别担心我 27岁的双双 已经很会照顾自己了 我缓缓走出墓园 秋天的落叶 对我踩得嘎吱嘎吱响 去年这天 我在餐厅从天亮等到天黑 也没等到我妈来 跟我一起切蛋糕 电话拨过去 她夹杂着八桶 二条的敷衍像一根根针 将我的心扎出密密麻麻的小孔 那天我安静地低下头 吹灭了蜡烛 祝福自己生日快乐 我抬起头 秋天的阳光明晃晃的 我有些睁不开眼 江辰说得对 太阳已经出来了 我得向前走 我加快了脚步 甚至小跑起来 前方的男人看到奔跑的 我似乎有些惊讶 但他很快笑了起来 张开了双臂迎接我 江辰 这一次 我们一起向前走吧 江辰视角 江辰英国研究生毕业后 留在了国外发展 像所有年轻人一样 27岁的他 着急向家里证明自己 死活不愿意接管家里的生意 这次回国 是因为奶奶生病 然而奶奶出院不久 恰逢秦氏集团千金的成人礼 他本不想去的 但父亲的拐杖在地上敲得邦邦响 就算不碰家里的生意 你早晚也是要回来的 多认识些人路才好走 被父亲领着建了一圈人 在工维生中带着笑脸 喝下了不知道多少酒 他实在不太适应 国内生意场上的虚与尾仪 只觉得很疲惫 一个人捡了个角落 安静地坐下 这时候想起了一首云雀 他本不是个爱听钢琴曲的人 但当抒情悠扬的曲调 钻进他耳朵时 他心里什么东西 一下子被触碰到了 他向台上演奏的人 投去目光 黑暗的舞台上 一束光正好打在那个女孩身上 一身白裙 手指在琴剑上灵活地跳跃 他看起来 好像就是为这个舞台而胜 江辰是个很挑剔的人 自己长得好看 周边也不乏好看的人 他很少觉得女人漂亮 但那一刻的江辰发现 他漂亮地 让他在偌大的会客厅 只看得见他 他这才翻出那张邀请函 认真读了读今天的主人公的名字 他叫秦双 他莫名觉得有些遗憾 他已经27岁了 他第一次觉得自己有些老 他也不知道 这遗憾来自何处 只是强烈地感受到了 这令人不快的情绪 第二天他就回了英国 按部就班地过他的人生 他的事业进展得非常顺利 短短几年 在业内成绩已然不菲 但感情却一直定不下来 他交往过很多女人 但都走不到最后 他总觉得 他们哪里不对 但他自己也说不上来 直到他又一次去听了一场音乐会 还是云雀 熟悉的旋律响起时 他脑子里慢慢浮现出了一个女孩 低头弹琴的侧影 他好像又回到了国内的那次宴会 他坐在那安静而专注的弹琴 而听众只有他一个人 那一刻 他突然明白了 为什么每一任女友感觉都不合适 因为他们都不是他 但已经太晚了 他清楚地记得当年离场时 他无意瞥见秦双 正和一个相貌俊朗的男生撒娇 只祝我生日快乐怎么够 你要说以后的每一年生日都陪我过 脸颊上泛着少女天然的红 十分娇巧 现在 他们应该已经结婚了吧 江辰是二十年底回的国 那年他三十四岁 依旧截然一身 在商海里浮沉这些年 他成熟了很多 为人处事游刃有余 生意越做越大 年纪轻轻 已然在A市商界基身前列 人一旦有了权势 就会一大堆人前来攀附 偶然一次酒会 一个中年女人上来攀谈 江辰 我是你表嫂啊 小时候我还抱过你呢 江辰看着面前陌生的脸 礼貌而客套的回应 那个女人拉过来一个年轻男子 陆昭 叫表叔 那个叫陆昭的男人 乖乖地点头敬酒 表叔 江辰记得这张脸 然而他挽着的女人 他却不认识 江辰的目光久久地停留在陆昭脸上 半嗓才开口 你好 那天晚上 他叫人查了秦霜 这个他从未宣于口的人 接完电话后 他一个人在落地窗前站了很久 秦氏集团破产他是知道的 生意有赚有赔 这很正常 所以他没当回事 但是他没想到 他放在心里多年的那个人 竟然被逼到了这个地步 他是属于舞台的 本来应该永远闪闪发光的 现在却为了一份微薄的薪水 卑躬屈膝 他把手里的高脚杯 狠狠砸碎在地上 眼底涌着脸不住的力气 晴霜生日那天 他推掉了一切工作 开着车慢慢地跟在了他的身后 他看着他一个人孤独地坐在餐厅里 从人潮拥挤 等到店里空无一人 他特意去和餐厅老板打了招呼 今晚不关门了 他想等多久 就让他等多久 他给妈妈打完电话后 就哭了 他的哭泣很沉默 几乎听不到声响 只能看到瘦小单薄的肩膀 不停耸动 跟当年的张扬的青春小女孩 大相径庭 江晨坐在远处静静地看着他 窗外的万家灯火 在他漆黑的毛子里跳动 这里面有一盏是为他亮的吗 他当然知道答案 所以那一刻他才那么难过 江晨很快查到了他在做什么事 他很想帮帮他的女孩 但他忍住了 报仇这种事 只有自己来才能血恨 况且他也明白 现在的秦霜像极了一头受伤的小兽 害怕且拒绝任何人的靠近 陆昭把他带回去的那一碗 他喝得烂醉 他的心胸远没有想象中宽广 他是公认的忍耐力强 但那天他只有把自己灌得不省人事 才能阻止自己上前揍陆昭一顿 这是他想做的事 他难难 要让他去做他想做的事 然而这件事并不顺利 陆昭为了点入不了 他演的投资跟唐婉又打得火热 他找到了老陈 让他撒了那个谎 引诱他的女孩掉进他的陷阱 哪怕只有短短数日 哪怕知道他注定会离开 他也想做上这样一场美梦 晚宴的那天 他没想到他会来 看到陆昭妈妈欺负他 他除了生气外 竟然还可耻得有些高兴 这一次 你能不能看看我 虽然动作轻微 但他总是侧着头听他说话的样子 还是被他注意到了 他换礼服的间歇 他知道了那个可怕的事实 惊艳他那么多年的钢琴女孩 左耳居然听不见了 他的耳朵怎么可以听不见 他生气又心疼 心里想着 以后必须要把他牢牢绑在身边才好 一步也不准离开 不能再让他受到伤害了 一点点也不行 但他没想到 他自己却成了一把伤他的道 陆昭奶奶来的那天 他心血来潮的想逗逗他 他从来没打算过给陆昭投资 八百年没见过的亲戚 仗着点血缘关系 就想支持他 想都别想 那句意味不明的话出口 只是想让他轰轰自己 他用自己的温度捂他受过伤的心 时间长了 多少有些累 只一次就好 他想着 多少也给我点底气吧 但他的仇恨和决心远比他想象中更浓烈 他连自己的名声都不要了 也要把陆昭拉下水 他一直处编不惊 从容不迫 但那天他怕急了 生怕动作慢了一步 让一丝消息走漏出去 外面人的口舌都能活活把他嚼碎了 吃到肚子里去 他既生自己的气 也生他的气 怎么就不知道跟自己服个软呢 那时候不是很会撒娇吗 他生气的时候 很难把控住自己 但看着身下的他流着泪迎合自己 他觉得自己真他妈是个混蛋 35岁的人了 还跟一个小姑娘闹脾气 陆昭的星园电子出大问题的时候 他知道这场梦也就做到这里了 看着他走上楼去后 很久不抽烟的他一个人站在风中 几乎抽完了半包软中滑 好像把那些泥骨钉吸进肺里 就能把心里那些不甘 遗憾和痛苦都吐出来 没人知道他多想他留下 即使是当年的勤势千金 只要他想 今天的他也完全有能力 把他强留在身边 但他不能这样做 他应该去过他想过的生活 即使那样的生活不在他身边 说出解除婚约的话时 他是背对着他的 因为他知道 如果看着他 那些话他说不出口 那时他在心里藏了那么多年的人 他实在是舍不得放手 他几乎什么东西都没带回来 所以很迅速地就搬离了他的生活 他胆子很大 一个人就赶在一国他乡打拼事业 却又实在胆小 连送他的勇气都没有 江辰 我走了 那天他坐在办公室里 盯着他发给自己的消息看了很久 久到眼睛酸涩地想落泪 那天之后 他几乎住在了公司 因为他不敢回到那个没有他的家 他知道他有多黑 多寂静 他拼命到公司下属都看不下去了 催着他回家好好睡一觉 出公司门的时候 天已经黑了 稀稀拉拉撒着几颗星星 市中心地段的路灯很亮 一个熟悉的人静静地在路灯下 他仿佛被定在了那儿 一动也不敢动 他怕是他看花了眼 他怕他一个动作就让眼前 那个日思夜想的人消失不见 但那个年轻女孩却已经大步走过来 脸上挂着脚狭地笑 你算计过我一次 我也算计你一次 扯平了 他再也忍不住 紧紧地把他抱进怀里 既然是你主动走过来的 那以后就别想离开了